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8月28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日本召见中国大使抗议音辅导问题对日起骚扰电话 独立报 日本召见中国大使,抗议日本机构和企业收到中国号码的骚扰电话 这些电话是对日本决定将福岛和电站处理过的放射信水排放到太平洋的回应 青岛的一所日本人学校也有人投掷石块,另一所学校也有人投鸡蛋 中国称日本的决定自私且不负责任 香港和澳门已禁止从日本十个地区进口水产品 日本已建议在华公民采取预防措施 中国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与新加坡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陆透社 中国和新加坡将于8月底至9月中旬举行联合军事训练 训练将在新加坡进行 涵盖从近距离格斗到人质营救等一系列课程 此次联合训练是双方年度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加强两军合作 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呼吁稳定关系 半岛电视台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官员 这是拜登政府稳定两国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雷蒙多强调了中美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并承认虽然会有分歧 但通过直接、开放和务实的沟通可以取得进展 这次访问是在今年美中官员举行其他高层会议之后进行的 双方都在经历多年的紧张局势后寻求改善关系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贸易和工业实施限制 而中国则指责美国旨在阻碍其经济增长的反全球化努力 中国新措施提振情绪 科技股上涨、欧洲股市上涨 路透社 欧洲股市周一高开、科技股领涨 法欧斯托克600指数继四年来首次周上涨后上涨0.7% 科技股上涨1.5% 追随隔夜华尔街的上涨 在北京宣布采取措施救助陷入困境的股市后 汽车制造商和工业等受中国影响的行业也出现上涨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后 欧元区的利率预期依然低迷 韩国将加大对芯片和显示器技术泄漏的惩罚力度 路透社 韩国计划加强对窃取工业机密的量刑 以打击技术泄漏 此举出台之际 人们担心当前的监管力度不足以阻止三星等公司窃取技术的企图 由韩国最高法院监督的韩国量刑委员会决定加大对泄漏韩国技术的处罚力度并延长监禁时间 工信部没有具体说明其针对的是哪个国家 但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是大多数韩国技术泄漏的一丝目的地 新量刑指南的细节将于明年初公布 乌克兰最新消息 俄罗斯指控美国领事馆前雇员从事间谍活动 日经亚洲 据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安全部门指控美国驻俄罗斯远东领事馆的一名前雇员 为华盛顿收集有关乌克兰战争和其他问题的信息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话说 这名男子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 转达了有关俄罗斯征逼运动如何影响俄罗斯2024年总统选举前政治不满情绪的信息 中国恒大股价暴跌于80% 德国之声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股价在停牌17个月后 于周一恢复交易后暴跌超过80% 这一下降反映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在努力从疫情影响中复苏之际所面临的挑战 恒大因为能公布2021年财务业绩 于2022年3月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牌 该公司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 2022年上半年亏损达330亿元人民币和45.3亿美元 该公司最近已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随着经济放缓波及整个市场与中国相关的资产受到挤压 路透社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紧张 因为经常账户盈余 PMI调查和增长预测等非正式指标 描绘出一幅悲观的景象 许多投资者正在撤出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的全球资产 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股市 由于消费支出缺乏可持续复苏 以及房地产市场停滞不前 分析师预测中国今年将无法实现5%的增长目标 习近平访问新疆期间强化宗教控制信息 悉尼先驱晨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新疆期间 敦促新疆官员促进穆斯林同化并打击非法宗教活动 过去十年 习近平加强了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 该地区是数百万穆斯林维吾尔人的家园 国家加强了监控 并扩大了劳工计划 批挺者称这相当于强迫劳动 中国否认新疆存在任何侵犯人权行为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自2022年7月以来首次访问该地区 习近平表示 新疆的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美中表示支持改善贸易条件 日经亚洲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雷蒙多访问北京期间表示支持改善贸易条件 这次访问是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两国关系因技术、安全和人权等问题而紧张 双方对改善沟通表示乐观 但没有宣布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中国希望重振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兴趣 以扭转经济衰退 雷蒙多表示 双方正在努力建立新的信息交流 以实现更加一致的接触 然而 中国尚未表示将改变其导致与美国及其亚洲邻国 发生摩擦的贸易、战略或市场准入政策 中国留学生对加拿大冗长的安全检查感到沮丧 加拿大广播公司 在加拿大大学学习的中国国际学生抱怨说 他们的学习许可因安全检查而被延误 一些学生在被大学录取后已经等待了几个月 这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并可能导致他们错失出过留学的机会 专家认为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 以及算法使用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延误率上升的原因 一些学生正在诉诸法律行动 迫使政府就他们的学习许可做出决定 朋友们担心被中国拘留的澳大利亚作家的健康 路透社 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 因为公开的国家安全指控在北京受审 他的朋友对他的健康表示担忧 因为案件的判决继续被推迟 杨氏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公民 于2019年被捕 他否认为澳大利亚或美国从事间谍活动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最近探望了杨恒均 得知他的肾脏上有一个10厘米的囊肿 可能需要手术 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预计今年访问北京之前 杨恒均的案件以及被拘留的澳大利亚记者成蕾的案件 正在澳大利亚受到立即关注 澳大利亚政府呼吁魏杨提供基本的司法和医疗标准 并一贯主张释放他并与家人团聚 随着经济困境加深 中国工厂罢工频发 日经亚洲 据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份报告称 由于需求放缓和供应链转移 中国工人抗议和罢工激增 该报告统计 今年上半年发生了741起案件 而2022年全年仅发生830起 制造业已成为这一增长背后的重要推动因素 中国劳工通讯发现该行业1月份发生了10起抗议活动 2019年高峰期发生了59起抗议活动 可能 电子和服装厂工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前6个月 电子厂发生了66起抗议活动 服装和服装工厂发生了38起抗议活动 占制造业抗议活动总数的一半以上 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造成打击 7月份出口同比下降14.5% 报告发现 订单下降是工厂主闲置或搬迁工厂的主要原因 台湾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竞选总统 德国浪潮 电子产品生产商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宣布 有意参加2024年台湾大选 郭台铭此前曾在2019年竞选总统 但因未能赢得国民党提名而退出 郭台铭于2019年辞去富士康首席执行官一职 他需要收集29万个签名才能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月份的投票 富士康是一家主要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 也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马来西亚为碧桂园1000亿美元项目提供新激励措施 路透社 马来西亚宣布计划在中国开发商碧桂园价值1000亿美元的森林城市项目中 创建一个金融特区 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35年容纳70万人 包括住宅楼、办公楼、购物中心和学校 森林城市的新激励措施包括对技术工人实行15%的特别所得税税率和多次入境签证 碧桂园最近面临财务困难 该公司本月早些时候未能支付总计2250万美元的两美元席票 暴雨、洪水肆虐中国 湖南暴雨创历史新高 数千人疏散 路透社 中国正面临因暴雨引发的一系列暴雨和山洪 周末 湖南省因大雨疏散3000多人 桑植出现今年以来最大降雨量 周六至周日夜间最大降雨量达256毫米 中国经历了数周的降雨和洪水 随着台风沙乌拉穿越南中国海 政府呼吁采取更多预防措施预防洪水 台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 预计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 美军关注北京的南海侵略 南华早报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呼吁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在中国海警船使用高压水枪攻击菲律宾船之后 托马斯表示支持菲律宾应对该地区的共同挑战 托马斯还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表示担忧 包括建设军事岛屿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2brief.com 准备